节能减排一直是目前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 向来注重自然吸气引擎的日本品牌也同样往涡轮引擎发展 雷克萨斯也积极导入涡轮引擎 2.0升涡轮引擎大量出现在AS、RC、GS、NX和RX等车款 可是身处于同一个家族的丰田似乎另有计划 迟迟没有大量使用涡轮引擎 而是反其道而行往自然吸气引擎发展 难不成是因为和马自达的合作而有变动 2017年发布的全新丰田凯美瑞并没有出现涡轮引擎的踪迹 反倒是看到以热效率为主的Dynamic Force Energy 2.5升自然吸气引擎其热效率达到40% 是目前业界最高的热效率引擎 易甩涡轮才是王道的想法 透过针对引擎的热效率和燃油效率做出改善 达到节能耗油表现的同时 不降低引擎动力 厂方表示热效率能提升至40%的原因 在于改良引擎的排气系统冷却系统等 降低摩擦以达到更好的效率 除了这具2.5升引擎 丰田也开始往更多的小排气热效率操刀 不排除丰田收购马自达的股份 是为了取得创持蓝天技术 毕竟马自达高压缩比和高热效率 堪称业界最出色 第二代的热效率甚至能达到 50%和18比1的压缩比 本营调转向大臣 如果大家petto任意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